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不但扩大了合肥的面积 并且也使经济体量得到了增加 同时也拉近了同龄糊糊之间的距离 这不仅让区域之间的位置得到了优势 而且还提高了影响力 此后合肥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 在省域的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是对于合肥积升成为国家的中心城市 还是有一点点的困难 因为同在长江三角洲的南京和杭州都在竞争这个位置 而这两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城市地位都比它好 所以也就无望了 怎样小伙伴们 对于这两个省域积升国家中心城市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你觉得还有哪些城市比它们更有实力呢 欢迎下方留言 本期的芒果汪世界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 评论 转发哦